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URL的重定项 什么意思 咱们马上看一下知识点 其实非常的简单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URL重定项的指令 Redirect 另外一个是URL的别名 Alias 今天咱们就学习这两个指令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有朋友说 你怎么一上来就实战演习呢 对 这两个命令没什么可讲的 一看就会 一看代码就会 咱们看 今天的实战演习 咱们用到了三个文件 第一 About VUE 这个是咱们今天新建了一个 关于的页面 或说关于的组件 接下来 咱们要设置一下路由的配置文件 最后 咱们把这些个重定项 以及路由别名 该怎么使用呢 在APP的VUE里面进行调用 好 那咱们一个个看 首先 About 这是咱们新建的 新的内容却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战美服一样 就是米航 About Page 就可以了 OK 那么咱们怎么用它呢 把它放到路由的设置文件中来 怎么放 大家请看 Import About From 这个About组件 没有问题吧 跟咱们前景期的完全一样 接下来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配置About组件 大家请看啊 路由是斜线About 没有问题 咱们学过 Name呢 是About 没有问题 咱们以前也学过 Component 然后等于About 是这个About的组件 咱们以前也学过 接下来 Alias 等于 大家请看 斜线About Me 这什么意思 咱们呢 要访问About组件 以前咱们的知识是说 通过斜线About 就能够访问 对不对 今天呢 咱们给这个路由 增加了一个别名 换句话说 咱们通过斜线About 能够访问 同时 通过斜线About Me 也能够访问该组件 这个呢 就叫做别名 OK 这是别名 另外呢 还有一个Redirect 咱们看下面这个地方 咱们的生生的定义 一个Redirect 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前几期咱们做过一个 Player组件 对不对 玩家 球员 如果这个ID等于1 的这个球员呢 咱们认为是库里 对不对 那如果用户 想看库里的情报 请看 想看库里的情报 是日语 想看库里的数据 该怎么看 那他应该是敲入 斜线Player 斜线1 才能够看到 那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当然有 我想敲斜线Current 就想看到 库里的数据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就这么做 看啊 主要是Path 这个和以前一样 斜线Current 如果斜线等于库里的时候 怎么样 大家请看 咱们UL要重定向到 斜线Player 斜线1 那换句话说 只要咱们敲库里 咱们就直接能够看到 Player1的数据 这不就是1对应的关系吗 这个呢 就叫重定向 另外呢 重定向还有两个 其他的写法 一会儿呢 咱们会一一的看到 OK 这是咱们路由新定义一个 About的一个Query 该怎么调用 那咱们会用到 App的VoE 咱们看 调用就非常简单 就这个地方 这个跟咱们以前的写法 没有任何的区别 比如说Home 是跟About 是斜线About 同时 这个地方呢 咱们还可以写 About Me 对吧 咱们先不写 一会儿咱们再说 然后呢 咱们Player1 这是这个 Player斜线Player1 没有问题吧 ID等1的玩家 库里嘛 然后咱们挑 斜线Query 这个地方呢 咱们写Query 这个地方呢 会重定向到 Player1上去 对吧 一会儿呢 咱们会看到实际的效果 OK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 首先咱们先建议 About的组件 马上开始 MyWeb 然后是SRC Component 在下面建一个 这个地方我建了 已经OK 这地方我建了的话 那咱们直接 Index 修改一下这个文件 路由Index的地方 然后咱们在下面 大家请看 咱们以前定义了 这个Player UID 对吧 今天咱们要使用它 怎么使用啊 看啊 这个地方 我把它拷贝过来 一个是About的定义 一个是Query Query呢 会重定向到 Player的路由 这Player呢 就这个路由 对不对 OK 我拷贝过来 然后整一下形 没有问题 哎 这整形是日语啊 咱们这个代码 叫格式化 对吧 咱们重新格式化一下代码 OK 然后 然后稍等 我在编辑AppVue之前 我先把咱们的服务器 启动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虚拟机 比较慢慢 对吧 OK 接下来 咱们让它启动着 咱们再编辑一下 App的Vue 这段代码 我把它直接拷贝过来 Ctrl-C 然后 App的Vue 这是咱们整个 移动程序的入口 我看 咱们拷贝到什么地方 就拷贝到这些地方 替换这个table就够了 这table是咱们上起的内容 因为我在这个GitHub上 或者说这个Ctrl上都有备份 所以说您呢 看以前的例子 就能够看到我以前的代码 下面这个咱就展示先留着吧 没关系 这个App这块地方 我也不给屏蔽掉算了 这个不要 MarginTop等于60 PX 这个咱们不要 然后这我把它 做一个简单的格式化 OK 应该没有问题 好 咱们看咱们的Server 运行起来没有 还没运行起来 今天太让我失望了 好 试试 把它拷贝过来 放到我的这个个人主页 有兴趣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 我的个人主页 Go 稍等 怎么没出来呢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App的VUE 然后应该是这个的 对呀 稍等 我看一下 稍等 稍等 有问题咱们就调试 肯定是报错了 报什么错 About 没定义 大家说 这个错误是什么问题 是这点 我没有import 实在抱歉 马上import OK 再看一下 自动编译 刷新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在画面上方 这个地方 console这个地方没有错误 说明咱们正常运行 然后怎么看 我点home 是根 点about 进about页 没有问题 点player1 进库里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我再点库里 看不出来 所以我再回到 根 然后我再点库里 大家请看 我点库里的时候 大家请看 我是看我这个屏幕的左下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我再放大一些 咱看这个屏幕左下方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看这个位置 大家请看 是斜线curry 对不对 可是当我点击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当我点击的时候 它是player1 说明什么 说明重定项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当我点击curry的时候 斜线curry的时候 它能够显示 curry的更正常的信息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把它做一下 简单的修改 修改什么 首先说 这个aboutme 这个地方 咱们修改一下 目前咱们来说 点about是 斜线about 显示about页 对不对 那咱们把这个地方改成 APP这个地方 改成aboutme 试一下 这不就别名吗 对吧 好 咱们刷新回来再看 大家看 看这个地方 大家还是看这个地方 看我这个链接 已经变成aboutme了 对不对 当我点击的话 一样显示 说明这个别名 也是成功 OK 再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重定项的位置 咱们现在是说 当敲斜线curry的时候 重定项到斜线player 斜线1 对吧 我把它平定掉 因为说我不光是能重定向到一个pass 同时我还能够重定向到一个组件 我存盘 也就是说 当点curry的时候 这地方就不显示curry了 显示什么 显示about组件 什么效果 看一下 您应该能想到 直接显示about组件 看 我点curry 刚才显示curry 现在点一下 你看 变about组件了 变aboutpage了 为什么 因为咱们不重定向到curry了 重定向到about组件 同时 这地方咱们还可以用组件的pass 以及组件的别名 都可以 咱们再用别名试一下 好 咱们再回来 当我点curry时 它还是去about 但是它是通过别名去的 没问题吧 这个就是简单的 URL重定向的处理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转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同时还会传B站 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视频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